詞曲 李宗盛 邰國玉 李宗盛 邰國玉 李宗盛 邰國玉 李宗盛 各位各位 大家好 我們是文三的團隊 那麼資訊科技讓學習所不在 資訊科技引大教學多元創新 文三的在立國際依有為敬 我們希望從文三在地的文化出發 他們往大學生有國際視野 他們代理學生對全球化或跨文化力 多一些了解 他們也透過這些了解 讓學生想像世界未來發展這個趨勢 讓學生進入想像世界 同時也讓學生培養未來關鍵的能力 劉宜平這個學生他到尼泊爾去 他是個高中生 因為這個課程讓學生不管是在認知的 學習方法提升 甚至他對整個自己能力帶著所能力的提升 最重要是讓他有自信 願意到尼泊爾去接受這樣的一個考驗 讓他的學習 因為透過資訊 透過國際 透過文化的不同 讓他更多資訊地去面對這樣的挑戰 這是教育出來的學生的希望 本校全球化創新的課程 總共有四個特色的面向 第一個面向則是多元化的教學課程 老師們運用了一些多元的一個教學策略 學生進行自主探索的活動 結合全球的實事引發學生探索的一個主題 那課程呢 這個教學模式是奠基於PBL的基礎上 合作學習 自主探究以及學習金字塔的理論 所以呢 根據這樣的理論 很像發展出了這個創新的愛拉西亞的這個教學模式 愛拉西亞呢 分別為探索 然後呢 讓學生進行高分次的思考 那學生呢 產生了這個活動的這個行動 行動方案 那進行分享 那最後呢 那也做了這個中臺之間的一個回饋 或者是自己的回饋 那最後進行修正 那這個教學模式是可以循環的 那老師呢 運用了這個想像 未來 永續 在地國際的概念 建構了這個全球化的教育的課程 那讓學生探討跨文化的議題 學生呢 培養他們一個公共混 有問題解決的全球意識的關鍵能力 那本校的這個課程 主要是認為這個高評化的美 排涵永續未來世界 台灣的文化遺產的永續 以及這個全球文化差異迷信的議題及同分 在課程當中呢 都是要培養學生的關鍵能力 第一個課程 高齡化的美 課程主要是運用科技來設計思考 一個未來高齡化的議題 活動的特色呢 則是在車內上運用新制讀法 KJC需求分群法 以及Intel創始的工具 那運用行動載具 讓學生進行一個分組的討論 最後呢 用Sketch-out 產生了一個思考的結果 學生呢 進行成果的這個字評 那分享設計的成果 教師也提供了這個意見 讓學生進行回饋跟修正 最後將產品代表鄰近的地區 做一個這個課程的人生的活動 課程二呢 永續的未來 這個課程呢 則是將在地的議題 融入在英文課當中 學生呢 跟韓國的學生進行這個跨國的視訊活動 那學生呢 運用新制圖建構自我介紹的簡報內容 然後呢 運用這個評鑑的標準進行自評 透過IGCS以及Facebook的社群 跟韓國學生呢 進行這個合作學習的這個簡報的發表 學生也運用了新制圖進行一個 知識共同 通心想像思考的歷程 最後將簡報的題目分享在這個雲端上面 教師呢 透過了規範統整 那來進行修正 那根據學生的回饋來完成整個學習的歷程 台灣文化遺產的有趣課程呢 它的設計呢 則是運用Facebook社群平台 透過台湾文化遺產高峰會 進行從本地到國際的全權化教育 活動的歷程中 先透過Facebook社群平台 進行台湾文化遺產高峰會簡報的互動 接著呢 老師們呢 跟學生進行這個 呃 指導學生進行文化遺產專題網頁的製作 那接下來呢 課程呢 融入了一個未來想像的 這個思考方式 學生呢 也產生了一個未來報 那師生呢 透過了這個Cyber Academy的平台 以及Facebook學生在上的網址 彼此互動分享 最後進行回饋修正 在致運設備與世衛資源的整合方面呢 我們學校呢 因為在課程裡面 透過數位畫跟電腦教室的整合 軟體跟音樂方面的資源 以及強化了私有語言跟公有語言端的資源連結 達到我們學校的虛實互動 行動科技跟跨國視訊 以及支援分享方面的教學特色 另外呢 在班社群及班級教室裡面的 強化了一些無限跟有限的空間的網路的建置 可以達到我們學校的虛擬學習跟實體互動的一個教學能力 另外呢 在我們學校裡面 運用了公有語言端 如Google的語言端 還有一些我們學校自建的私有語言端 如IGD Class E Class的數位平台等等 建置我們群的教育多元的混合的教學資源庫 另外呢 因應課程的需要 融入資訊科技的軟硬體的部分 以及特有的雲端的教學資源庫 比如說在永續未來世界裡面的IGCS的雲端教學平台等等 另外在同混一體裡面的BBC Allclass 這些教學平台 另外在文化遺產永續的主題課程裡面 也融入了APEC CYBERACAVITY的一個網站平台 另外呢 在課程對課程的量化統計評估方面 目前我們在班級裡面 全校裡面共有高1跟高2 16的班級 那14的班級跟非14的班級 我們各抽出樣的班級 作為推動組跟對照組 進行了前後側的比較 再來比較統計結果的顯示呢 我們在私運科技融入的全球化教學課程裡面呢 推動組在溝通合作問題解決跟全球意識 以及總合能力的關鍵點上有明顯的差異 那另外在未來想像的課程裡面呢 我們透過網站平台的融入 及相關軟體及行動展出的利用 也讓學生呢 產出了相當的數量想法跟心思因果圖 那另外在100年到104年 我們學生對外參賽的一些成果 比較重要的成果是 102到103年 我們學校國際教育交流裡面 數位蓄勢合作的這個課程呢 我們也獲獎了 那104年IRM的國際教育交流專案也兩組的獲獎 另外在Robo Virtual Classroom裡面的國際網頁 也獲得了特約獎 那在2015年世界青少年花育長裡面 IUYA這個所謂也獲得了二金二銀一統的佳擊 另外呢在課程實施以後呢 我們對學生進行自我成效評估的一個訪談結果呢 針對學院在溝通合作問題 解決一間全球一核四的關鍵能力呢 在自我評估方面呢 他都覺得有顯著的提升 本校的台北成員是以教學社群的老師為核心 資訊團隊和行政團隊 提供資訊技術和行政事務上面的行主 團隊運作的方式是以同產領導 專業成長及獨立研究等三大面向 透過成員的互動、教學設計、活動歷程、歷程評估 建議回饋以及循環修正等等歷程 達到教學動能提升的目的 在以全球化概念為基底的課程中 本校團隊歷經意識成形的準備期 社群成立的運量期、社群串聯的運轉期 到社群融合的推廣期等四個階段 每個階段都在提升教師教學動能 以及學生封數的學習成果 簡報上所看到的是社群團隊 從準備階段到推廣階段等立成的活動照片 在社群推廣方面 從下列現有的專業社群 如全球教育、未來想像、數位閱讀、行動學習 以及提升閱讀等進行社群融合 其次與大學簽訂策略聯盟 爭取更多的教育資源 最後與美國、丹麥等國家進行社群跨國交流 達到在地國際的目的 在社群推廣的特色中 等下運用的現場辯論、錄影分享等等多元的教學策略 進行跨國社群平台互動的學習 如BBC、Workclass、IERN、CCOC SchoolOnline、GoGoSchoolNet等等 全球化社群、跨國合作的國家 既有17個國家以上 在地社群的推廣聯席 在台灣各縣市也有27個場次以上 在地國際、遺有危機 這個課程我們結合國文科老師、英文科老師、美術科老師 還有資訊科老師 他們是一個跨科的課程 我們讓學生 因為文山的學生 整體來講 他的學科的程度並不是很不舒服 但是透過這樣的課程 讓學生找到資金 重新回饋 讓我們的學生願意到尼波爾去做服務 也讓這樣弱勢的學生有勇氣 願意去準備面對領選 參加國際教學學習 所以課程是一個能夠啟發學生多元的學習 甚至能夠讓他這樣關鍵能力的一個課程 我想我們會繼續來實施 這是我們未來來發展 我想面對107剛剛學校要有的特色 學生要有關鍵能力 我們透過這樣的教師的學習 專業成長 透過各科的合作 透過資訊科技的再提升 透過整個對全球議題的結合 那麼到今天為止 我們這學習已經有四個塊的團隊 今天當邁到我們學校了 學生面對這樣的一個跨科的議題的融合 都非常地成就 謝謝大家我們用這個議題來當中的學生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